兩歲同上學三天被掐渾身傷 園長靜說收金就好 兩歲半的江小弟跟媽媽說被老師打了 江小弟的爸爸說 兒子看姊姊去讀台中福祿貝爾幼兒園盤子分校 也吵著要讀 沒想到才試讀三天 上個禮拜三媽媽發現他的背上 除了原有的胎季外 有多處紅腫傷痕連肚子上也有 爸媽隔天去問老師 老師先說不知道 園長後來說 是因為他不睡午覺一直往外跑 老師抓爆他時太用力才造成紅腫 他有問老師說 是不是你現在是生理期到嗎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是情緒控管有問題是不是 這個畢竟這種原因有一點像是 很輕飄啊 他就跟我說我覺得媽媽 你應該先帶小朋友去收金 江小弟到現在還常做噩夢 讓媽媽好心疼 他會半夜起來哭啊跑啊 甚至去開門啊 然後大喊說我要我要去 我不要去學校 老師解釋 因為江小弟妙床哭鬧 怕吵到其他孩子才抓他 對於這件事情我深感抱歉 園長則否認有講過老師 生理期來和去收金的話 台中教育局將派員稽查 老師若不當管教 最重可撤職 動新聞台中報導